我常常有些Case一来的时候 我先看到细胞 有时候知道这叫一滴血 这没什么了不起 就是把你的血砸下来的时候 在那显微镜放大 我们可以放到大概400倍 我常常跟这些 你第一次来看诊的朋友沟通 你现在身上长个肿瘤了 这个是放大到400倍 我们看到这个血球 A就是一个其实比较漂亮的血球 各位看A 就是如果假如这个人睡得很好 水喝得很够 吃的油是健康的 压力不是很大 没有读书 大概都是在A这个图 然后你看到B这个 B这个图来讲也是一样 同样的倍数 可以看他血液怎么样 连在一起的 有人说 可是外面很多的卖保健食品 那我也给杀 哦 你这回案了 这台科上微微 现在不管怎么讲 我给你讲的关键给你听 红血球是什么概念 红血球它是在我们身体里面 它会吸带氧气到全身 那把你身体的二氧化碳 乳酸排泄掉 血液的酸点是永远是偏减性 所以如果还跟你讲说 你血液偏酸是偏的 血液永远偏减性 记得一个重点 可是当你的血球来讲 是像这样子连得很紧的时候 代表什么问题 你的周章的组织 包括二氧化碳 乳酸是排不干净的 这只是容易偏酸的 所以当你看到血液酸是属于 这种血的话 这就要特别重 那基本上来讲 你说刘医生 我没给你看 我怎么知道我血怎么样 不用看 但是记得 每天喝水 至少给它天气行上 常温水 然后呢 多吃蔬菜 水果不要吃太多 这会谈过很多了 这个发胖的位置 再来就是怎么样 油要用保铁 那底下 那C跟D是什么东西 C跟D来讲的话就是 我们看C 各位听过自由记吧 好 自由记来讲 越多人老化越快 假设我们初学测 自由记来讲 可以看得出来 但是如果说 我用这个扎了一滴血 看低倍数来讲 这个C这个地方来讲 可以看到它 里面这个点 白色点很少 外面这个 这个亮亮点 这个抗氧 或者你这么多 C是很漂亮的 所以假设你是常常 不要熬夜 多吃蔬菜 适量水果 适当预够 你的自由记来 少的话 你就像C这个 但是D这个图是蛮可怕的 就是说 一般来讲 我们看到Io这一度 壮化的 很严重 非常虚弱 就是这样的 这个是一个肝癌的病 它的白色自由记非常大 人都很虚弱 那当然我们有时候看到 一个患者来 我只要看他是 D这个血的话 要趕快调 因为这个预备会不好 发生了一个死亡 距离间隔拉开 所以不要恐惧 不要害怕 不要被一些网路上 奇怪的言语 挑到自己的神经 觉得自己是坏蛋的 No 只是在人生道路上 走过半个一年 也一跤而已 没什么了不起 我常常有时开玩笑 得癌症 那我们两个安排事件 经常维修 就这样而已 心态要正确 恐惧一定会有 但是你看这 我就告诉你们这样 你不要只看这 又发生越高 事实上各位 你不要看到他的死亡 一直慢慢往下跑 这中间拉开的 所以目前为止 我现在手上经手 太多癌症患性 你只要好好配合调明 大家要好好治疗 不要去躲避 遇后都很好 我常常讲就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我今天谈到这东西 告诉各位有关键 就是癌症和弹性病 所以不要恐惧 你看到这东西 其实治愈率都非常高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